美好的 好了 下午3月27日期星期一 今天天气好似很凉 到了年代的孤市 整天依然跟着天气 上星期有很多股价比较丽 但上星期有很多行经层面影响未必太大的政治事件 但事实上仍旧由上年退休开始 在2017年经济面没有新建筑下 全世界都是政治事件干扰的市场 不断想新东西出现 新东西是戏剧化的 上星期有几件事 包括英国恐习事件 大家有关注欧洲方面的移民问题 大家会发现除了英国之外 亦宣布29日会正式实施退休的情况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当英国说要退休 如果我们仍是英国的殖民地 究竟我们会怎样 如果我们在20年前没有离开 会不会像西班牙那样公投的殖英 其实很有可能的机会 虽然现在经常说英国越来越少殖民地 但现在仍然有 我们知道福克兰群岛 另外现在比较刺烈的是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比较接近欧洲 现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贸易港口 所以导致现在的选择 有些类似香港 如果香港仍留在 因为欧洲是一个最重要的 贸易的所谓伙伴 亦间接地会导致香港 又会发生一些类似的政治事件 大家可以试试一下 很多问题 香港刚刚选完特首 虽然是新的特首 大家有份选项 你有份选项 但大家都知道有些好有不好 可以这样想 使用香港是一个比较小的弹圆地方 虽然我们做罗陀节目 可能大部分都以经济为主 但今年实际有太多政治事件 可能影响市场 我以前老爸也教了 其实炒这些事都是炒政治史多 其实这两年都是这样的 大家要知道 我们发觉这些政治事件 似乎今年仍然继续会影响市场 而且大家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 其实这些事件 可以出来的落差 跟我们之前的预期是相差得很远 甚至乎大家可以思考上两周 美国加息后市场的反映 会否因为大家对于 未来今年的主要影响事件 已经完全放在经济层面 所以会导致出来的结果 其实跟大家一般所想的方法 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结果现在我们要用另外一些方法 去解读这些事件 其实只是想借助我们网台 和其他主流传媒的观点 希望可以告诉大家 不是我们包咬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下 如果做到一些决策 而影响到市场 真的不要太捨有一变 真的有机会会出现 完全跟大家想像的不同 不妨跟另一个角度去思考 大家试想一下 而且我们由英国退休到现在 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政治事件 出来的结果 都是完全相反的 包括美国总统 英国退休 意大利 甚至乎未来的所有 都似乎跟市场出来的反应 跟大家想像中完全不同 而且波幅相当大 所以大家要注意 美股比较注重 美股比较注重 美股整个星期整个星期 整个星期整个星期都是跌的 星期五也是跌的 逐个说 杜瓶斯指数 星期五跌至60点 跌幅0.29% 收在20596.5 虽然也是高 但整个星期来说 都跌了1.5% 标准好意指数方面 跌了不够2点 跌幅0.08% 收在2343点 整个星期来说跌了1.4% 纳斯达斯指数方面是升的 为了它升 升了11点 升幅0.19% 收在5828点 但整个星期来说 跌了1.2% 所以上周整体来说 跌超过1% 上周美国最重要的一定会是 有关的所谓要改的 要改 这件事其实闹得很多 其实这件事大家发觉周边也在说 一定要废除这件事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刚才讨论 为何要废除 为何一定要废除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最主要的关键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提到 其实大家要知道 无论准控换了什么人上台 要有很多行政命令 没有问题 但有些议定的 因为奥巴马医改 其实是一个已经实行的法例 这个法例 大家试想 现在因为两会的阻挡 到制度通过不了 而要放弃投票 其实已经代表了一件事 给大家知道 其实这条法例在好几年前 大家都是那班人 当然有少少换了 这条法是你们通过的 换了监纸 其实你们通过时 已经有很多针压 因为这些要政府长期负担 所有人都知道 尽量希望减少一些负担 后来通过了 你不可以说你不喜欢 就不让它实施 跟行政命令有很不同的关系 你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妥 你想停一停 要重新去检讨一下 但现在这个法例来说 你一定要不让它继续行 而且它根本没有给大家 说到一个很重要的 你想想改成怎样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牵涉一些福利的问题 尤其是医疗福利 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的问题 也挺严重的 所以这件事真的挺有影响 所以现在虽然大家看到 最终 Donald Trump放弃了 其实也跟大家说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教出来的 就算你说我不喜欢 或者选民投你票 也是想你做这件事也好 但事实上里面 有很多所谓不仅现在去看 政府想用少些钱 各个都想这样做 但事实上有些事是你自己的承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虽然这件事现在就下来了 但起码是否影响得很大 我反而觉得未完 虽然他说短期内 不会再讨论医保的议案 但他还有一个税改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他今次这样做 亦都明智 你这样拖下去 只要你自己真正想做很多事 都做不到 这件事搞不定 便要搞另一样的事 所以大家会看到 可能对于美国 有关特朗普上台的改变 可能现在才会继续分敲 其实从此之外 还有说到贸易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 他一向都在说 但美国财长也似乎说到另一件事 贸易方面 如果贸易协议对美国有利 他便可考虑不用执行保护主义 从这部分大家亦可以了解 贸易变成不是国内依改问题 不过都是其他国家认同的事 大家还记得上年G20和G7 不断说中国的倾销 但现在大家看到 竟然又转了另一个人 令到一个本来最恒之有力的 全球化甚至乎G20 你发觉现在突然之间 又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只会一个人反对了一些事 但大家要知道 其实可能是一个很伤害的事 究竟你在内的合作伙伴 是你的敌人还是你的民众 所以还有两个大问题 现在解决当伊宝暂时平静了 即是说税外和贸易 其实还可以争论 尤其是市贸易 因为贸易是真的说到钱的问题 没有生意就没有钱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因为整个G20里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分野 就是欧洲和亚洲区 两边其实事实上 只是因为你所谓的经济实力 就导致到你那些民众的反应 但实际上你会看到 其实仍然觉得 不应该走现在所谓的特朗普那套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但结果内阁似乎慢慢走回制度 其实觉得很有趣 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说话 如果我觉得这有个好处 我就继续 其实他这样表达而已 没错 但大家也知道贸易根本就一定是有 大家有吃虧一点 你又有点好处去推 一定是这样 即是公平 没错 刚才所谓的说话 其实正正是美国财长说的 所以其实也有点有趣 他猛说我们赤字很大问题 所以就要保护自己 二战之后没有试过正数 虽然没有试过正数 但他真的越花越多钱 大家要注意 可能有平息了 可能会导致现在依换 能否再有新的对市场推动作用 希望是这样 因为现在似乎 股市表现可能有目共睹 好像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差一点 甚至经济数据 都好像在PMI相差了 大家要想想G20 那时是因为金融海啸之后 推出来希望救全世界的东西 但现在因为你有某些东西 不喜欢 直到这东西又廢了 大家亦会再想死 那时金融海啸搞出来的东西 我们是否现在又可以反口吵 其实说真的 金融海啸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发觉除了 美国当然是退了 但我们发觉看这些经济数据 似乎欧洲方面也有好转 日本方面也有好转 国内也有好转 所以全部都在说退了 应该开始 已经没有说要加码量宽 起码大家在想 是否真的退也好 在想如何退 中国已经开始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对资金是否这样代表资金的退潮 现在就是这样 对 升得太多的股市会如何 不知了 所以方向方面大家要转变 再看看欧洲那边的股市 欧洲那边的股市 星期五有个别发展趋势 德国的DEX指数升了 升了24点 升了12,064点 巴黎的CAT指数跌了11点 收到5,020点 英国的富士指数跌了3点 收到7,336点 欧洲方面 刚才我们也说过 其实也是说很多退欧 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 我刚刚提及了 经济数据也有好转 不妨提一下 3月份的PMI 其实它创了6年的新高 数字是56点 对 相当之好 所以我刚才说 它真的有资格 视乎有资格 想想离开刘法宽宋 大家要小心 欧洲和亚洲经济数据都开始好转 而你发觉美国有这样的转态 会导致欧亚方面 会再加强更多合作 大家要注意 你自己又不玩 唯有自己玩我们要退 可能是这样 唯一的担心点 除了退欧的手组之外 另外还是油价 似乎美国暂时牵制着 它由进口角变成出口角 所以说真的也是给它牵引 所以大家要小心 OPEC因为油价跌穿50元之后 本来想到4月才有机会重检讨一下 冻产协议现在会加紧了 现在好像要延长 但大家要知道 如果冻产协议已经实施了 已经两个月就变成掉 其实现在 如果未来再有机会 再磋商有关这所谓冻产机势 就一定要加码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能会影响越来越大 再减产 没办法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变成了经济又没有大转机之下 可能又无端端重新新压力 很难减 现在哪个带头 之前冻产是俄罗斯带头 但它是做最后的 所以大家要看这几件事都蛮影响 至于亚洲方面 亦受着外围影响多 视乎表现很麻烦 香港就不要提了 国内方面 好像有少少缩水的感觉 但缩来缩去 好在波幅也不是很大 其实升得少一点 国内上周主力会说 应该有机会 MSCI就今年会进入的机会 也值得探讨一下 不如暂时谈到这里 在下一个环节再谈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